罗塞尔 Russell 精酿啤酒公司 1995年诞生于大温哥华地区 是加拿大精酿啤酒行业的先锋企业 曾获得40多项国际国内酿酒比赛大奖 2012年 罗塞尔中国公司成立并投产 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市场的 加拿大大型精酿啤酒公司 罗塞尔将致力于成为中国市场领先的 国际精酿啤酒品牌 海岸联通天然气管道 是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包括中石油在内的合资项目 将通过管道把内陆的天然气 输送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 然后出口亚洲 但是该省北部的瓦苏维腾原住民部族 世袭首领 反对在该部族传统土地上 修建天然气管道 并得到全国多个原住民部族 和环保组织的支持 抗议者在全国多处 阻塞铁路交通已经近三周 布列迭哥伦比亚省 昆特兰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张国任表示 铁路交通是本国经济命脉 长期瘫痪 也导致经济衰退的风险 那么要取代铁路交通实际上会给很多的商家 会增加很大的成本 那么同时也会让比如说生产商和销售商 获得它的原材料和产品的时期都会发生之后 整个产业链都会被切断 那么他们临时裁员1000人 那么对于整个的客运的影响 至少是影响到10万以上的人员的流动 那么人员的流动被阻断了以后 也会对很多的企业 很多的公司的生产力 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布列甸哥伦比亚省长贺锦也指出 世袭首领并不能完全代表瓦苏维藤原住民部族 因为部族有民选的议会管理 而且无视法庭禁令 长期堵塞铁路交通 已经超越集会抗议自由允许的范畴 尽管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周五要求抗议者立即拆除路障 恢复铁路交通 但是周六在加拿大中部萨斯卡出外省 党地原住民又设置新的路障 堵塞加拿大东西向的铁路 凤凰卫视 祖歌清皇山 温哥华报道